Are you ready?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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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因为真的对对对辛苦 所以呢这一次呢 曹若梅老师呢带来了这一套 一套有三本漫画 就漫画你知道吗 所有的小朋友跟这个爸爸妈 你们就就就就明白了 他就很容易读的漫画 中国历史关键时刻 1 2 3 1 2 3 从远古时期开始 魏晋南北朝 然后呢隋唐时期到清康 康庸前盛世 康庸前盛世 对对对到清康 庸前 少了一个庸 我还对 盛世然后呢再到晚清衰败 一直到中华民国 那老师我想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因为你知道我刚刚一见到 这个国庄老师我当然就想说 现在的因为我毕竟离 这个国庄很远然后我的儿子也 已经大学了就说 现在的这个国中会考啊 小朋友他们历史都在考什么啊 谈到考试就伤感情 因为刚才你一直强调说 不要死被不要那么辛苦 对你的你的就是说 推广的原因也是希望大家 不用那么辛苦对不对 但是过去考试是啊不是吗 将来考试应该也是 要有一个基本功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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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希望呢 这个基本功在练的过程中呢 是不要那么辛苦 所以有了这一套 就是说老师把这个 整个的历史他把他 这个时间轴拉长 然后呢在这当中呢 用漫画用故事那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小老师 带带你带领你们 然后呢一个一个的去这个 好像是破案一样的 让一个一个一关一关的去 所以我们叫关键 因为呢这位老师呢 是他带着学生可能 比如说是讨论啊 可能参观啊 是可能一块做报告 对那么这几个小朋友呢 他们有的很聪明 是可以触类旁通 对那么也有的呢 会问出一些Q版的问题 没错没错 对那么在问这个Q版问题的时候 可能旁边的同学会笑他 但是老师呢 就会做一个正确的解答 了解 对所以我们希望 在这样的设计中呢 是就是深入浅出的 让读者能够很容易 就抓到这个单元 他的关键在那 是 对所以您刚才提到说 考试啊 虽然说谈到考试伤感情 但是我想爸爸妈妈 是希望我的孩子 考试的时候 能够争取高分 对或者说 就真的就是 如果不要 走这个死背这条路 不管他未来啦 不管他未来走哪一行 或是读哪一个科系 至少就是说这个 整个的中国文化历史 他可以知道 是 您讲到一个重点 对文化 是文化 所以不只是说 我们要背朝代啊 这个 对对对 整个唐宋元明 对 不是这样背 也不是说背哪一个皇帝 他是第几世纪啊 哪一个事件是哪一年 但是呢 您讲到这个文化这个重点 比如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是 或者孩子们他们长大了 他将来要去写一个 呃 企划案 甚至于我们讲的很现实 他要参加会考 嗯 或者是参加这个考大学的 是 刚刚才考完吧 是 所以这些部分 他都需要一些文化素养 呀 比如说他怎么样子能够引经据典 对 用一些成语啦 真的 现在小朋友成语好烂喔 对 甚至于 呃 其实啊 有时候在生活上 我们也看到 因为他们也不常使用 对不对 是 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是课本里面的东西 他不知道其实像我们 小时候呢 虽然说有这个这个这个成语跟这个 三字经跟什么的 这样子背背背背 但是后来就发现就是说 我们大人其实是会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是会把成语 嗯 典故 都会灵活运用 然后会使用在我们的对话当中 是 但小朋友他们就比较难 对 所以这个就是在于说他们没有这样的素材 是 你也讲到一个重点 在生活之中 对 比如刚才我还在跟我的朋友聊天 讲到说 哎呀这个以后小朋友如果说 你跟他讲玉盒包荔枝是妃子笑 他可能第一个印象妃子 哦 胃婴落 是还是如意吗 嗯 因为我们 因为 没错没错 只有那两个是妃子 他们认得 因为不然就甄嬛好了 对对对 甄嬛传 就只有看电影或看电视了 是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戏剧上 为了要加强这个剧型张力 所以很多是不合历史的 是 他绝对是野史 甚至是编剧自个捏造 那么小朋友他们过去在读书的时候 可能课本上是 有正确的史实 但是现在因为呢 那星刻纲把它都删的 对 所以 所以老师 真的 那些星刻纲是谁在弄的啊 当然不是我们 所以 我特别的推荐就是说 爸爸妈妈应该呢 在有空的时候 这是一套很好的亲子共读 是 其实我一直在就是 翻阅的这三本 漫画中国历史关键时刻 我真的认为就是说 我们就是 呃 身为这个教养者 你可以呢 呃 陪着你的这个小孩子一起 因为不要说小朋友了 其实我知道呢 如果你是这个年轻的爸爸 年轻的妈妈 很多其实也过去为了这个考试 可能考过就过了 可能你也不不见得那么会 就是融会贯通到 可以跟你的小朋友一起 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有趣的事件来讨论 那这套书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就好像我常讲就是说 我很喜欢陪我的小孩看电影 那那你陪他看电影 但是呢不是说看完就算 是在电影当中呢 如果有一些的话题 牵扯到亲子 或是牵扯到一些社会新闻事件 或是呢 你也可以了解到你小孩的观点 然后你就在无形当中呢 把你希望他能够去了解到的一些的正确的观念呢 也慢慢的灌输给他 那我真的也非常推荐 就是说这三本书呢 就是爸爸妈妈你可以跟你的小朋友一个互动 因为这里面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告诉大家 就是呢 爸爸妈妈你们也不会觉得 就是很很严肃 不是的 他其实画的还蛮有意思的 小朋友应该很爱看 是 有Q版的 对很Q版的 很好看的 但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应该加入的原因是 你要知道就是说你陪着你的小朋友一起啊 嗯 这个很重要 对刚才您也提到啊 这个现在亲子关系的树立 我常看到很多的家庭啊 比如在吃饭的时候 你玩你的手机 我玩我的手机啊 那这样都没有一个共同话题 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一套毒物呢 是 来营造出爸爸妈妈跟孩子或者是老师跟学生之间 对 我们的一个共同话题 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 呃大家都喜欢放假嘛 是 廉价越多越好吧 对 可是有一个人他是建议朝廷呢 要把假期减少 因为他真的太热爱工作 是工作狂 那是谁 是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 就包青天嘛 哦 那包青天这个 对啊 现在那个阿公阿嬤还在看包青天重播呢 对啊 那包青天到底黑不黑呢 很黑嘛 因为皇帝都叫他包黑嘛 OK 对 所以像这样的故事呢 哦 对 我们就希望 很有意思齁 很轻松的 很轻松的呢 就在这里面的让大家认识跟了解 所以你不会觉得无趣 然后呢 还有呢 你很快的就可以 比方说就知道 包青天那他是哪一个朝代的人 宋朝 对 那你因为知道这样子 然后慢慢慢慢 就整条线的可以连结起来 对 所以我会告诉同学 比如说 开封有个包青天 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嬤 一听到哦 这个歌会唱对不对 开封有个包青天 是 那么开封就是宋朝的首都 哦 这样就连起来了 对 那为了有世界观 我们甚至还可以说 哎 宋朝的时候这个开封啊 你看有一个叫做清明上河图 哦 就描绘的就是 是 当时的开封当时叫汴京嘛 哦 这个做小生意的啊 开小地儿啦 就是在那个时候 对 就在这个时候 哇 对 那甚至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说 同时期的欧洲的伦敦哦 没错 很差很差 满地都是马分 怪不得会有传染病 嗯 那么伦敦的人口 也不过一二十万 那当时对不对 对 同时期的我们的刚才说 开封有个包青天 同时期的开封城 人口超过一百万的 真的啊 对 而且街道你看 如果说我是夸口 那不会啊 有证据啊 清明上河图 是 大家可以看到 对 多么的繁荣 多么的井井 这个井井有条 是 可是真的 就像我讲 伦敦满地是马分 垃圾 怪不得会有黑死病 一爆发 人口减少的更严重 是 所以老师呢 很快速的 而且呢 用非常简便的方式呢 就让大家呢 就是说 从一个大家比较熟视的包青天 然后呢 马上就知道 他生长的朝代 然后呢 再到他的首都 然后呢 做那个 跟世界上的比较 就你的那整个眼界 世界观就拉开了 嗯 我希望是用 这么轻松方式 你看 我都没有说到一个 年代要背 结果我就已经上了一课了 好 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呢 下一段回来 我们持续的访问 曹若梅老师 他的这套漫画 中国历史 关键时刻 大家其实呢 听的也应该会很有意思 会很想看 因为他很简单 就是呢 呃 就是漫画 然后而且是Q版的 所以呢 很容易呢 就带领你呢 一步一步的往下看 那一共有三套 而且是从 远古时期呢 一直到现今 中华民国 所以呢 非常非常的推荐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我是李明 我们这是呢 第二个小时的 一同开麦啦 今天呢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 是一位呢 历史老师 曹若梅老师 他特别呢 呃 从本清到现后来的这个中华民国成立 就整个这三本呢 用漫画 而且是Q版的漫画 大家现在都知道 什么都很喜欢Q版 那用Q版的漫画 然后呢 呃 里面有一个老师呢 像像刚刚这个 曹若梅老师也提到 就是说 就好像你在那个课堂上面 学生有的是很聪明 哇 这个老师讲一个 就举一反三 粗类旁通 有的学生就 啊 就是有的还在旁边睡觉 根本就不知道干嘛 所以这里面呢 就还有就是呢 来呃 为你解答 然后呢 大家会看到 像我刚随便一翻 你知道吗 我看到好多 呃 印象很深刻的历史人物 那我们就想他是在的 比如说曹操 哦 对 曹操呢 他是在哪一个年代的 很可惜啊 现在的新课本 把这个整个的三国的年代 全部删光 好 老师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三国出了这个电动玩具 所以 我讲到这个 因为三国出了手游 三国演艺 我就正想告诉你 因为呢 就是曹操在内的这个三国呢 很精彩嘛 是 然后呢 多次搬上荧幕 然后很多年前呢 出了这个三国的手游 跟那个 线上游戏 我告诉你 连我们所有一般人呢 都不知道的 就是对历史没兴趣的 不管是什么行业的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这个 摄影师好了 或是他是什么的 就是理工科的 都为了要破关哈 嗯 他们去研究曹操啊 研究刘备啊 他们的这个人物 然后呢 所以呢 对三国最清楚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 所有的这个 玩过手游之后 对 可是呢 新科刚删掉了 没有了 整个三国删掉 对 可是在我们一般人印象中 除了手游 就是戏剧 对 比如说我就 您刚刚讲到曹操 我特别要讲一下 因为曹操大家都认为 他是一个奸臣 对 在戏剧 尤其戏剧 我想手游上也是 对 但是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曹操是一个文学家 是政治家 是军事家 是 是谋略家 是 而且他的气度是非常阳光的 对 每次我上课的时候 我喜欢讲曹操 然后学生都会说 你不用再讲了 对 他们玩游戏的时候都 对 而且学生还有一个结论说 你不要再曹操洗白了 我们都知道你姓曹 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曹操的 曹操的后代 对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希望 所以的确大家真的被扭曲了 对 所以我希望孩子能够得到 真正的 正确的 历史知识 但是有很多人又觉得 那我要背多少 不是太累了吗 所以我们采用这样的漫画的形式 深入浅出的 把这个中国确实很漫长的 五千年历史 对 把关键点出来 嗯 让孩子能够很快速快意通 是 能够呢把握到重点 能够有概念 而且呢 在生活方面 他们也可以呢 出类旁通 对 比如说我们马上要过这个中秋节 对 可能大家不知道中秋节早期呢 就是周朝的季月 因为春天季日 秋天季月 哦 季月亮的 对 秋朝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开始了 但是呢季月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因为依照秋分 这样来季 结果呢 月亮呢 也许那天当天不远 因为月圆一定要15号嘛 是 所以后来就干脆把它 挪到 挪到15号 它一定是月圆的 了解 所以这样子游来的 那么唐朝的时候 唐玄宗的时候 因为国事鼎盛 所以这个时候 哇 宫里宫外都开始呢 放假很热闹 甚至宫女啊 太监都可以出宫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热闹的气氛呢 就蔓延到民间 哦 所以当我们今天很快乐的 在等待中秋节的时候 其实它是有历史典故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这个呃 特别是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 好 就是说 如果你不从那样子的一个 历史走过来的话 你的文化就不见了 是 很可惜 很可惜 对不对 老师就说 他真的就是因为当时他 有这样的人物 有这样子的这个background 然后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事件 然后呢 开始 然后他就变成一种文化 然后文化呢 就是你 你在你的这个生活 跟生命当中 很自然而然的 对 是可以跟你的生活结果 是的 就如同刚才我们讲到说 哎呀 连续剧《沿喜攻略》 可能很多人都看过 对 那里边有这个主角 这个复查复衡啦 是 还有他有好朋友 海兰查 是 海兰查就来过台湾呢 海兰查来过台湾 对啊 哇 但是他是在那个 郑和的时候吗 呃 他是在林爽文之变数 所以海兰查是乾隆皇帝时代 是没错的 但是因为台湾呢 发生了林爽文的叛变事件 那么海兰查呢 来评乱 所以呢 海兰查真正的形象 应该不是像电视上那一位高富帅 海兰查真正是一个很彪悍的 应该比较类似某某长的那种 浑身都是肌肉男这样子 了解 所以如果你现在到嘉义地方 去公园里面 你会看到海兰查跟他真正的上司 不是复查复衡 他们的时代不对的 应该是复衡的儿子 福康安 你看 我们大家都被戏剧给 哈哈哈 给骗了 给骗了 对 当然他们为了要求戏剧性 是 然后呢 就这个 这个稍微的瞎扯一下 然后大家呢 都变成都从这个剧里面 去学历史 但事实上 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啦 对正确的历史的尝试 对 特别我们是华人 我们如果连这个中华文化 都不知道的话 其实就还还蛮可惜的 因为这么的丰富 对吧 很怕将来的 对很怕将来的孩子 张飞打岳飞 真的是张飞打岳飞啊 早就了啦 也不是这样的孩子 早就了 那所以我们透过这一套这个历史呢 是 让他们能够很轻松很快速的抓到 太好了 那么爸爸妈妈跟孩子或者老师跟学生 也可以共同有话题有讨论 那明年度呢 我们也会出两本 是台湾的 是台湾的 对也是同样 漫画的方式 就是专门就是台湾的一个历史嘛 对对对 所以很棒喔 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推荐 就是说 不只是这个小朋友 就是 我觉得甚至于我们现在的就是家长 你们一定要就是跟着你的孩子 或者是呢 这个青少年 甚至于呢 高中生你们 或者是大学 就是你们以前呢 都用死杯在应付你们的这个 考试跟成绩的 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可怕 应该说高中生跟大学生 不管你们读什么科系喔 我真的觉得就是历史文化 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重要的 是没错 您讲到的就是不只是你的一个文化素养 而且你还有一个世界观 是的 一定要有世界观 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华文化 其实是不排外 它是兼容并蓄 所以刚才您讲到这个开封 开封也有洋人 也有这个 好早喔 我觉得好早好早就 对 有这个犹太人 那当时皇帝 开封的犹太人 是 当时皇帝赐给他们一个名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叫伊斯勒业 一二的一 赐就是赏赐给你的 是 希望你到了我们这个中原来以后 能够安居乐业 叫伊斯勒业 但其实就是伊斯勒业 对 以色列的希伯来语 伊斯勒业 对你看 我们中国人好有智慧喔 对你看 这么大的一个宏观的世界观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孩子 能够也有这样的文化素养 当底蕴 再搭配上宏观的这种眼界 那不是很好吗 哇 好棒喔 好棒喔 而且 这套这个 三本的这个漫画历史很棒的是 它会在这个 上面标的很清楚喔 就是它除了是很Q版的 这个几格的漫画之外 它上面会写 比方说呢 在这个 西元前 西元前的这个25年 西元 西元 西元前 西元前99年好了 然后呢 史学大师司马迁 大家想哇 司马迁 然后其实它是对应到 原来它是 根本那个西元还没开始呢 是在西元前99年 是 所以我们这个 其实是可以对应的 对 我们的漫画的下面 很方便 下面您会看到有比较小一点的字体 是 它有做一些补充 对 那么您可以翻到书的最后面 最后面呢 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单元的重点小整理 是的 有有有有有 关键重点 对 就是比较把它浓缩版 那么在最后呢 还有一些个功力测验题 是 所以当你读完了这一套漫画 是 你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做几个选择题 看看你有没有练成了这个武功 所以就是说这一套呢 我们希望不只是孩子喜欢 家长老师 是 都可以一块 都可以使用耶 我觉得很棒 对 因为我看到就下面的这个 小补充 所以小补充呢 也会告诉大家 比方说这个 俯行 腐败的俯 俯行 是一个是一个行型这样 又称公行 就是呢 这个 呃 呃 进宫的那个宫嘛 嗯 应该是 对公行 就是把男子阉割去世 哈哈哈哈 那也就是太监 对 其实就叫太监 就是太监他就是要出于俯行 对 所以 司马迁 他就是因为得罪了皇帝 那么所以 所以他后来变成 他就被阉割掉了 对 可是他不是太监 他只是被阉割掉了 被阉割 对 但是他不是太监 他是史官 可是我们都说 吴孝孝友三 无厚为大 而且这样是不是变成是一个身体的残缺 对 因此对司马迁来说 很大的羞辱 对 他的羞辱性 就是要断了他的厚 对对对 羞辱性更大 是 哇 好好看哦 这套 所以呢要提醒大家哦 现在已经上架了 你们就可以 我觉得就是呢 呃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年纪 我真的认为就是 了解这个中华 好 历史文化 好 那因为这个历史呢 呃 不只是历史 他其实还牵扯到地理 好 因为每一每一个朝代 他的首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有附地图 对 所以他还牵扯到地理 然后他牵扯到人文 嗯 那你就可以理解到说 哇 原来原来 原来其实呃呃 对应到我们现在 你就发现就是说 啊 这整个的世界的状况跟局势 或是世界的版图 怎么会跟我们这个呃 几千年前的这个呃 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 差这么多 是您讲到说他的一个对应啊 对 所以我们不只有地图 而且文化或者甚至对应到科技 是 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地图上看到有比例尺 任何一个地图都一定有比例尺 嗯 这个比例尺最早就是中国文化中 真的 非常非常聪明 是 我们很有智慧的 我们的先人很有智慧的 没错没错 就是我们发明然后开始的嘛 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观念 是 再一次的哦 推荐给大家 我觉得真的就是呃 用漫画轻松的方式 因为没办法 现在的人我们就得要适应他们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很呃 轻松简便却又把这样子的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 带到你